到底如果我买伦敦物业来先出租后置用 房间会好些还是屋子会好些呢? 另外如果我买房间的话 一房两房三房 哪个房型市场上会比较通用呢? 今天这条影片我们一起看一看 很多时候我们香港人未过英国那边生活 希望在当地买一些房子来放租才出租 可能过三多年后再收回来置用 市场上也有不少类似HOMELA这些租金报告 例如刚才我们想了解的 屋子和房间哪个房间会比较受欢迎 我们都可以看看 如果看回伦敦这边来说 Flat 即是房间和旁边的房间 两者来说 很明显看到屋子在伦敦这边不是太受欢迎 一、二、三房加起来的市场价格 大概是连两成都没有18% 市场的市场价格 占在绝大多数都是看房间的 很厉害的市场价格 足足82% 我们先看左手边 房间这边 另一个是Studio 如此类推就是一房、两房、三房 先看看市场价格 整个市场价格来说 饼子最大就是两房单位 其次就是一房 而三房的百分比虽然只有15% 但比英国平均的平均是大了 足足一个double有多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打算入手 林敦楼先出租后自用 其实这里的数据已经很清晰 告诉你市场上占了超过八成 都会选择租一些threat 就是我们所谓的apartment 甚至乎如果你想着纯投资 只出租不想着收回来住 到底买什么房型好 其实这里都告诉你 最通用的房型就是两房房型 在市场上那个market share 饼子也最大 32% 其次就卖一房 29% 至于像这些开放式的公寓 Studio 我自己个人就不是太喜欢这些 因为连一间梗房都没有 我就不一样 至于隔离这边的小屋子 你见到它那个market share 是少得很紧要的 两边加起来都是只有18% 远远低于英国的平均 18%和28% 其实我们过去这个channel 收的enquiry 如果查新伦敦楼 基本上超过八成 都是文有关的apartment 一般来说 我们如果是需要买伦敦一些house 十居其九我听回来很多准买家都是为了自用的 极少就想买一间小屋子回来放租的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想在投资方面去着手 我个人建议就跟回市场的方向就可以了 当地的风气就基本上八成都是看这些flet 就是我们所谓的apartment 如果买楼放租在伦敦那边最好就找一些大型屋园 因为屋园的好处就是它有自己的社区 也都下面会有一些可能公共设施 甚至乎个别屋园里面有它自己的超市 有个购物中心在里面 而大部分这些屋园 因为都是一些大财团发展商所兴建 变了个别区选址都相对会比较近一些铁路线 或者甚至乎一些地铁线 伊尼沙发线这些 至于屋子来说 我们见移民英国的朋友买屋子 通常他不介意住一辟 甚至乎真的希望就有前后花圆 有停车场这些 通常我们见到是半退休人士比较多 譬如我们这些年纪还需要做事寻食 很多时候我们见买得伦敦楼 找屋苑 近地铁站 他们都希望在那边做事 甚至在当地开公司 开办公室 所以通常我们见买得宅宅这些准业主 很多时候都是希望买一些大型屋苑 还有近地铁站 近一些跳楼网 变了可能上班 甚至上学都相对比较方便 而人口来说 大概超过八成都是39岁或以下的 40岁流上开始 你见租楼的人就很少了 只剩10%而已 另外50岁以上 甚至60岁以上 加上连两成都没有 所以如果想着在伦敦那边买楼落脚 或者可能是纯投资 我自己觉得不妨看看两房单位 其次就是一房或者三房单位 都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现在就挨近年尾 在英国那边买楼买楼或者租楼都是传统的淡季 你看看英国那边最新这个月的平均租金 印象中很久都没有跌过了 第一次下跌0.3% 平均租金在1,279英镑 按年升了大概8.9% 如果看回这么多个地域去看 留意到 Greater Lundon 伦敦那边 你见过租金 从今年大概8月开始 慢慢下跌了 现在就大概大概8.1% 按年的升幅 这个11月报告 你见到就差不多月近年尾 那个加租情况就相对会比较立一点 那依然都是在South West这边 就在这么多个地域来说 加租幅度就最慢 5.2%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想着 选择一些地方 拿来Buy to Let 甚至乎想看看 哪边我连租金加得比较劲一点 那不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数据 South West这边的加租加得这么慢 那我们看看 就有没有什么城市 我们香港人会看得比较多 那这边来说 我想就比较多香港人看 应该都是Bristol这边的了 那过去我们也收到一些enquiry 有些朋友就问Bristol这边的 那如果大家想着 买一层楼回来 纯放租 那其实如果看回报告来说 一整年 South West这个地段 你见到 就是加租情况都相当之危 长期处于包尾位置 那我想如果大家纯放租 就我想要自己好好描损一下这些位置 而另外看伦敦这边的租金加幅 那按月就跌了0.8% 那跟刚才我们 英国整体的大市一样 都是下跌 那印象中很久都没有跌过 伦敦这边的租金 那近期来说 就叫首次下跌 但是你看到 Average的租金都去到2174英镑 那按年是升8.1 那而因为现在都已经12月了 那所以就我想 那接下来这一两个月 那个租金其实就变化应该都不会太大了 也都不会有什么惊喜的了 那因为已经慢慢去踏跌 那第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其实在伦敦这边来说 那个租金呢 占当地租客的收入占比 就越来越厉害了 已经升到39.3%了 那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说如果假如你找100元 你每个月交租就差不多用到39.3% 就是要求近40%了 那因为呢 看回上一份报告 当时呢 这个租金负担占比呢 大概是正在38.8%而已 那现在呢 那个负担比重呢 就越来越厉害了 那可能有机会 来近这里 就来去到40%以上都不出奇 那这个也是呢 这个报告 近年的一个新高来的 那所以呢 我想大家如果想着在伦敦那边 纯粹租楼落脚呢 那这个呢 可能就是要自己看看位置 看看哪些地方 就是那个租金可能相对 负担没那么大了 那而我们就通常见很多朋友 买伦敦楼那边呢 就都是想着呢 先放租后自用的 那如果那个客呢 即是有少不绝在手 那也都不急着过去英国那边 但是也都可能 突然过去呢 不想挨贵租 那我想比较折充的办法呢 可能就是你现在要看定楼 稳定一些呢 可能留花期相对远一点 建筑期远一点的那些 那而因为呢 倫敦那边的发展商呢 通常来说呢 都是用一成首期呢 就已经可以入手 你心仪的单位了 那变了就 就余下九成的尾数呢 就到时收楼的时候 才支付而已 那如果你说 手头现在暂时不是说太松动呢 那不妨可以想想这种做法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港人 尤其是买伦敦楼这班朋友呢 因为伦敦楼价单相对比较大 那很多时他们就见 现在香港楼未必买到好价了 也都不急着沽了层香港楼 那所以就可能等三两年之后呢 到时再看会不会那个价钱好一些 那但是现阶段就可能 在市场上 稳定一些心意的一些屋苑或者单位 用可能大概几十万港币的首期呢 就是去锁定了现时的楼价 锁定了现在的单位 那这种做法 我建议大家可以不妨考虑一下 都不需要担心 但是真的决定过英国呢 到时又找不到楼 甚至乎可能到时再去看楼 漂亮的单位也都被人选了 那这个我想就大家不妨可以 趁着年头年尾呢 review一下 看一看这种做法会会适合你 那基本上 今年全年英国楼的租金呢 都是继续着升的 截至到我们拍片这一刻 去到12月份呢 你见到那个租金都是继续着加的 就算刚才我说的 最差的西南部位置呢 都是5.2%的 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如果想着去英国那边呢 移民落脚呢 那可能要早一点部署一下 就避免我们谋一些准买家 去到那边呢 就是租楼可能租了一年多两年呢 两年里面呢 就除了楼价被他摔掉之外呢 那租金那边呢 也都是要捱捉两年鬼租的 那这边呢 我想大家有关租务这边呢 要注意一下 而另外因为最近 在英国那边呢 也都在说收紧移民政策呢 那未来可能有机会 会少几十万人入英国的 估计呢 未来这几年呢 可能在英国那边 供不应求的情况呢 就应该理论上呢 会稍稍有所舒缓的 那这个呢 可能最终就是要看看 英国政府呢 他怎样去实施这件事呢 以及怎样执行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呢 目标呢 减少几十万人呢 就进入英国那边的 那这些数据呢 或者新闻呢 我们都会继续给大家的 那如果大家对于英国楼 或者海外楼那么兴趣呢 记得subscribe我们youtube channel 喜欢这条片呢 记得给个like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